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陆军新疆军驱猛红军团步兵三连的官兵 照常开始了他们一天的训练 然而这训练水平看起来可有些差强人意 百变 今天要练心的 你是直接换下足地了 手不要扶他 来 腿似着 再不是我就拢了 再来 全连竟然没有几个人 能顺顺当当把这14个障碍过下来 要知道这可是部队最基本的训练之一 随着大雪将至 气温骤然下降 全团的冬季适应性训练比赛 也随之来临 而这样的训练水平 恐怕是要在全团垫底吧 我在这个连队当过一年做的排长 在三连这个面前 从来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只要交给他 他都完成得非常好 只要让他参加庇伍 都是拿第一 他这个连队这种 积极向上永征第一的这种状态 可以说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 陆军新疆军区某红军团 蒙虎三连 是一支历史悠久的红军连队 先后参加过陕甘宁边区保卫战 福梅战役 兰州战役等大小战斗830余次 1949年 该团在兰州战役中作战勇猛 被授予长弓战手英雄团 和能攻能守英雄团荣誉称号 步兵三连也被授予了 攻入猛虎英雄连队 辗转移方到新疆 一直驻守在祖国西域 重要交通枢纽上的这支红军部队 在全军各项军事技能的比武中 一直独占凹头 而眼前我们看到的 却是连400米障碍都频频出错的连队 这样的训练水平 何谈打赢 实际上 恰恰就是为了更好的打赢 三连的官兵 才表现出了不尽人际的训练水平 保证我们落地以后的这个速度 不能减 如果是我们两个人并排着跑的话 同时下桥端 你从这个侧面下 它的速度就降下来了 然后你需要一个再加速 此时战士们驾轻救赎的400米障碍场 显得有些陌生 因为本来比较容易通过的独木桥 在连长孙鸿江的要求下 提高了训练难度 比较难掌握节奏的 就是从原来的侧面下桥 改成了桥头下桥 这一改大大提高了训练强度 不要这样子腾空 这样子腾空的话身体是在飘的 上去以后主动给你往下走 除此之外 上桥的动作也要求最后一步 要腾空跃起 跨上桥面 以减少在桥上的部署 跃了身体中心 中心往前 走 对啊 好一点啊 习惯性的动作调整了 出错再所难免 而按照提高强度的方法训练 一旦训练成型 三联官兵过障碍的速度 又将是一次新的突飞猛进 这是两名队员同时上独木桥后的表现 很明显 按照创新训练方法的队员 到达高板墙的时间要快得多 以前我们力量好的时候 确实踩到这个地方 然后速度往前加下 到障碍跟前之后 你必须要做到这个加速 然后接触一定的惯性和一定的冲击力 你可以更好地完成动作 训练动作的调整 是为了更好的加速 不单单是过独木桥 14个障碍 每一个都有提高强度的训练 每一个障碍快一点 我们如果14个障碍物加起来 它就快了很多 为了备战团里的冬季适应性训练比赛 整个三联都在加紧练习 一年兵黎秋林也不例外 他也想入选参赛队员 由于全联只有12个参赛名额 黎秋林作为一名新兵 入伍时间短 训练水平自然没法跟老兵相比 要想获得一席之地 难度确实有点大 你就是那种表演型的甩太高 黎秋林入伍之前喜欢跳街舞 爆发力好 很多高难度的动作 他都能轻松完成 这也为400米障碍训练课目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差距依然很大 爬得不错啊 再来一点 就一点 刚表演一下你就不行了 来 准备 走 想参加这个团里面举行的 这个冬季比武竞赛 想为联队曾永悦 在蒙湖三连 高手如云 连长孙鸿江曾经在原兰州军区 军事三项比武竞赛中 获得个人全能金牌 事关薛凡宇 在前部阵的国际军事比赛 2017的赛场上 斩获金牌 还有获得全团金舞杯 个人全能金牌的陈德峰等等 像这样优秀的代表 还有不少 哪能轮得上各个科目训练水平 都很一般的黎秋林呢 学坊与班长 他在参加集训 而且还是国际比武 那时候我就感觉很羡慕 我相信我自己 自己要是努力的话 也能跟上他们的脚步 黎秋林给人第一印象 就是很爱笑 然而在嘻嘻哈哈的外表之下 掩盖的却是他极强的好胜心 身居高手奴林的尖子连队 黎秋林并不甘于平庸 事关薛凡宇 过400米障碍的速度很快 单单是从上独木桥 到半月高板墙 他3秒05就能完成 而黎秋林却总是掌握不好节奏 3秒91 所以下定决心去放手一步 但是黎秋林没有想到的是 瓶颈来得却如此之快 已经4秒了 停吧停吧 你已经越练越慢了 你这样训练不行 你看一下你的脚是不是肿了 实际上反复训练这样的着陆动作 是十分危险的 因为黎秋林的脚踝 承受能力还不够强大 应要练习 很容易出现训练伤 得知跳绳可以增加脚踝承受能力之后 之前几乎从没有跳过绳的黎秋林 赶紧开始了这项训练 看得出来 黎秋林想去参赛 并不是一时的争强好胜 去 好 拉担 走 好 带起来 对 连队组织的400米障碍接力赛开始了 黎秋林担任一班的最后一棒 前往 接 跑步 走 掌握了新技巧的官兵们 整体速度都提高了很多 黎秋林也进步不小 就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黎秋林以0.2秒的微弱优势 反超了对手 赢得了胜利 这可给他入选参赛队员增加了一个砝码 这实际上仅仅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更严苛的训练 更严苛的训练还在后头 这实际上仅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也就是 是 这实际上仅仅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这我不是你良凡 同志们 有没有信心 对 位于天山北路的沙漠 地势高低起伏 蒙古三连将在这里 进行武功力武装越野训练 在沙地里奔跑 体力消耗要比平地大很多 对耐力要求也很高 为了这次考核 我们要把 二班三班 报分 大家有没有信心 很快 各班进入了沙漠深处 地势开始愈加的不平坦 随着地势的复杂 比赛状况也变得复杂起来 黎秋林并没有冲在前面 而是一直跟在队伍的最后面 我感觉跑到两公里的时候 然后我就已经发现全身 用不上地了 感觉腿也迈不开了 上高坡 下沟壑 这比一般的五公里武装越野 要难得多 跑出三公里后 别说赶超别人 就连跟上队伍 黎秋林都做不到了 最终薛帆宇夺得了第一名 而黎秋林排名最后 排名最后 好 停 与丘临感到有些压抑 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点成绩 又被打回了原型 与临 你找你 喂 三姐 电话那头是与丘临的三姐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过了 姐弟俩说了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电话过后 与丘临的眼眶有些发红 与丘临是家中的独子 入伍之前 起居生活都被父母和四个姐姐 照顾得妥妥贴贴 没受到过什么挫折 我三姐说护士嘛 然后她扎针的时候 总扎不好 然后很多人都骂她 然后她就自己忍着 自己拼命练 然后最后就好了 追不上别人 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自己努力拼命练 我觉得我总有一天 一定能够追上他们 姐姐这通电话 又让黎丘临重新燃起了希望 她决定 依然不放弃 训练再次开始 连长孙红江一直强调 跑步全靠腿当家 要想跑得快 就要先把腿部力量练好 前进 一 二 脚后跟全部找地 拿你的步子 脚尖朝前 一 扛着五十公斤的杠铃 黎丘临一步步艰难地挪动着 这沉重的脚步扎得越深 来日取胜的希望 也就越大 一 实际上苦练打赢本领 是蒙虎三连数十年来 一直都在坚持的传统 三连自发地去训练 不愿意让自己的训练 这个水平或者能力 比别的连差 当时市里面要举行 这个连队的比武 那么这个连队 当时要代表团里面去上场 他连队组织了一次 五公里测试 跑到终点以后 至少有三名同志吐血 他仍然是按照自己 最快就拼命的那种状态 天刚蒙蒙亮 黎丘凌悄悄起床 他要赶在大家除操之前 先练上一个五公里 偌大的操场上 只有黎丘凌孤身一人 但一颗执着于 训练的火热之心 似乎让这个冰冷的训练场 身份力不少 因为他接触训练的时间短 但是只要他自己 有一颗上进的心 一直坚持下去 都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平 为了尽快提高 自己的训练成绩 黎丘凌决定 给自己加码 其他人都在 全副武装分析的时候 他还要再背上三只枪 脸上是怎么回事 天气太冷了 除了汗都冻上了 黎丘凌几乎冻成了冰人 但热血却在这么年轻的 战士体内奔腾 还能把修炼成绩 再提高一个台阶 大家有没有精神 一一一 蒙虎三连的每一名成员 始终都以战无不胜 攻入蒙虎为己任 一百米精度射击训练 并不会因为恶劣的天气而停止 与此同时 八十斤的轮胎 两百斤的圆木 也准备就绪 将它们运送到指定位置后 方能开始射击 这些内容 然后目的就是要让每一个人 在这个息力消耗相对较大 然后这个心率较快的情况下 完人射击 然后提高这个抗干扰的能力 这也是为了下一步 这个十三化训练 打一些训练基础 寒冷的天气会造成身体僵硬 导致控制力不稳 拖把很常见 爬的时候你这个要 注意这个体能的分配 你要打设计的时候 你不能这个呼吸很乱 这个节奏一样控制好 是 是 撤 撤 剧烈的运动使整个身体都热了起来 但随之而来的是呼吸急促 身体越有抖动 最先到达射击地域的黎秋里 迟迟没有扣动扳机 打射击的时候还下了雪 对我们打射击 有很大的影响 大雪遮挡了视线 黎秋林在等待时机 经过剧烈运动后的身体 刚刚缓了下来 手指又被动僵硬了 射击了 我那天感觉都 手指都动不了了 就在射击的时候 把扳机都扣不动了感觉 深呼吸后 黎秋林开始了射击 首发命中失环 实际上 这个不错的开始 并不是偶然 黎秋林早有准备 为了摸练星星 蒙古三联有一项特殊的训练 伊利尔大米的宽度 大约是两毫米 要保持大米不断裂的情况下 在中间穿一个洞 是三联每名官兵 都要掌握的技能 如此精细的训练 时常有人一天都穿不上一颗 用力过猛 不仅大米会断裂 还会扎到手指 就需要你这个心明气和你 越是反正你越完不成 保持一颗平常心去对待这项训练 不慌不乱 才能完成任务 你穿不出来一穿 尤其是这个大米快穿透的时候 就感觉再顶一针就吐了 用尽一顶 然后大米就断了 一下这个心气就没了 这个主要就是念你这个设计 这个就是说这种耐心 黎秋林的手指 不知道被扎了多少次 但是他始终克制自己不去焦躁 这就为射击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心理基础 除此之外 为了克服寒冷 黎秋林趴在地上 头顶被班长放了一杯水 满满的水杯 稍有晃动 水就会溢出 黎秋林要保持水不溢出这个状态 一直做瞄准练习 从一杯水变成一杯冰 黎秋林手臂发麻 腰部僵硬 但却一直丝毫未动 这个还算坚持得不错 训练场上的黎秋林 按照第一枪的感觉 一气呵成 最终成绩97环 全联排名第八 相信只要一直保持这样的成绩 代表全联去参赛 指日可待 对于这些新兵们来说 下一个目标 也许还会有不容易 但拼着宁可掉胳膊掉腿 也要练就打赢本领的顽强战斗意志 他们终将站在一个又一个的制高点 而这 正是这支部队 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的大赢秘诀 生长于陕北祸土 红军时期攻坚克满 征战于辽阔西北 解放战争打出赫赫威名 新时代力剑大漠割笛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铸就沙场传奇 立体展现新疆军区某红军师 崭新风貌 生动讲述 红色血脉传承故事 补及电视纪录片 血脉虎啸大西北 燃情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